Hello,大家好,我是多伦多地产经纪Ronda 今天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今天是2022年的6月17号,星期五 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一个 大部分人都能复旦得起的一个好宅 在多伦多的北部,大概开车到档堂20分钟 好,我们话不多说,就先看一下这个房 现在看一下这个房子周围的情况 这路呢,是一条很安静的内街 大家可以看到周围的房子都是非常大的 这里的房子基本都是20多年新 这个是他周边的这条小街的情况 这栋房呢,它的尺宽是60 深呢,是150,是一个非常深的一个Lodge 很大,前面可以看到路话也做得比较好 我们进门看一下,这个它是一楼是九尺的楼顶 进门以后非常的开阔 右手边呢,是一个楼梯 然后旁边呢,这里是一个Living Room 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Bay Window 光线非常的好 这个呢,是朝北的 虽然是朝北,但是可以看到光线也非常的亮 都有窗户 这是一个,每一面墙基本都有很大的房子 这个是一个正餐厅 正餐厅旁边就可以直接看到这个后院 风景也非常的好,后院也是弄着草币 还有这样的花,都是一个小的patio 在这里就可以看到 从这个大零后面 然后我们回过来就可以看到这个是它的厨房 中间有一个中枣 有一个French door可以open 直接走到这个后院的 有一个小的patio 然后呢,旁边 这边转过来就是它的厨房 这是一个L型的厨房 厨櫃都是重新装修的 包括我这里头都是gassed 台面是closed的 用的是白色系,浅色系 然后转过来 可以看到这里相当于是有两个门 两个落地的门都是可以直接通到后院的 这个房子看来看去就是玻璃非常的多 窗户非常的多 这是一个family 我们家庭庭有火炉的 这是一楼的情况 然后我们再转过来看 这里有一个一楼旁边有个model room 前面正对的这个门呢是车库 车库开了车进来以后 可以把鞋子换在这里 然后这是一个装饰品 这是在它的Hallway上的 然后进门左手边这边就是一个poud room 就是客人需要用室 首先就可以用这个 这是它的大门 好,我们到二楼来看一下 二楼它总共是四个卧室 三个insuit,三个套房 这是主卧,主卧非常的大 可以放一个king size的床 旁边还可以有一个sitting area 顶上做的这个pot light 这是它的两个步入式的 可以走进去的这个walk-in closet 一个是男士的 这个很明显是一个女士的 这个closet就是一个男士的 然后我们转过来 这里会有一个霜水盆的 这个wash room bathroom 有淋浴 有这个浴缸 它把这个淋浴间是做了重新装修的 这是一个很现代的玻璃隔断 好,我们主卧这里 它是还有一个bay window 可以看到后面的这个树 然后我们转过来 主卧边上呢 还有一个卧室 这个卧室呢 是比较标准的size 因为它靠近主卧边上 可以作为一个小的baby room 或者是作为一个小孩的一个房间 然后走廊这边过去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是第二个套房 第二个套房 两面都有窗户 这也是一个bay window 很高的一个窗户 然后右边 它这里装修了一个洗手间 也是重新装修过 都是选择的浅色系 这是一个closet 也是一个walk in closet 这是第二个套房 然后我们通过走廊这边呢 再走过去可以看到 这是第三个套房 第三个套房又是一个bay window 一个很高的一个大的窗户 然后一个walk in closet 还有一个洗手间 它所有的洗手间呢 它所有的洗手间呢 基本上都是选用同一个色系 做的 这样的话呢 就非常的这个房子 非常consistency 好这是第三个套房 然后窗户呢 我们可以放出去 是很安静的一个内间 好这是楼上的情况 然后我们出门 大门是这样的 能够有一个poach 一个小的露台 这个是它的正门 前面呢都是mature的很大的一些很大的分数 这个是一个三车库的一个房子 好这个房子呢 基本的情况都介绍完了 现在在这个多伦多北部这个地区呢 离高速很近的房子呢 大部分来说 如果是算豪宅的话呢 都要是400万以上 但是像我今天介绍的这样的豪宅呢 200多万 而且呢非常的实用 楼上四个房间 车库有三个车库 非常安静的这个区域 而且离高速也非常的近 去到当堂 市中心也很方便 周围呢有很多的店铺 非常适合华人居住 如果大家对买房 看房有需求 也希望大家跟我联系 我的联系方式显示在屏幕下方 好今天的视频就做到这里 谢谢大家本次的收看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